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艺人玛格丽特跳国标重摔受伤。 他做陆华市综艺非常赞表演国标舞,意外重摔在地,现场传出巨大碰声,令人心惊,陆营也一度中断。 玛格丽特回忆起重摔的状况,脑中一片空白,过两秒才意识到自己摔倒了,现在身体都非常的痛。 洪杜拉斯第一时间看到玛格丽特的表情表示,他一开始表情茫然,我以为是脑震荡的表情,觉得应该是爬不起来了。 静夜的玛格丽特,检查身体无误后,又重新录影,等到事后看画面回放时余悸有存,看了影片才知道自己摔得那么夸张,这是人生第一次在正式演出中摔倒, 现在身上都非常痛,还好是先摔到屁股,骨盆,脊椎都没有问题。 仅仅只有手擦伤,算是不幸中的大幸,但夜笑说等到隔天起床应该会严重酸痛。 这一摔也让张飞相当心疼,直说,他每次来上我节目都太认真,现在才知道国标也有相当大的危险性,很平常的动作也可能伤筋断骨。 更是大赞玛格丽特的敬业态度。 张飞也心疼得允诺,很感谢玛格丽特每次都专挑高难度的演出,之后再看怎么报答他,他提出任何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 玛格丽特、左、跳国标重摔,张飞、右、心疼表示,未来要找机会报答。 华士提供,玛格丽特跳国标重摔在地,吓坏众人。 华士提供,玛格丽特跳国标重摔,手肘受伤。 华士提供 华士提供